雪兰儿安邦六福园居民每天都会路经这条美华路 一些居民和附近学校的学生也经常要横跨马路回家或到商业区去 六福园有超过4000居民 附近还有一所国民型中学 大约有1000名学生 还有两所幼儿园 因此车流量很大 这里是安邦六福园的主要道路 每一天的车流量都有超过1000 是非常繁忙的道路 可是对这里的居民来说 其实这里根本就是他们的噩梦 因为安全设备不足 来往的车速又太快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命上虎口 有时一点 有时我们还在忙的时候 都会听到宝密声大大声 因为这个路口 比如讲那些车转进来 或者是直接走 比较快会比较危险 因为这个路口比较危险 因为有时晚上这里很黑 那些车是从那边是直接冲过去的 而有时车子要转出来的时候 就会撞到 居民申诉 这条拥有四条车道的道路很值 但是没有设置路墩 没有减速线 转进住宅区的路口 也没有告示牌 所以很容易就发生车祸 另外距离住宅区路口不远的后车停 因为太靠近路口 也成为车祸噪音 这个巴士坐这里很不安全 对学生很不安全 对驾驶的人士也是不安全 因为巴士停内人家看不到 学生过马路看不到 巴士车来也看不到 居民促请安邦在野市议会 在衔接美华路的路口 两个方向都加设减速线 避免驾驶人士高速行事 同时建议当局建造交通灯和行人天桥 保障居民的安全 八度空间林晓彤雪兰儿安邦报导